在花藝大師張玉生趣味教導下 爺爺奶奶與幼兒園小朋友 打造自己的鮮花盆景 還動手泡了花茶 鋪上桌巾 運用簡單的杯子 打造高低錯弱的花藝景致 很開心跟阿孫一起來擦花 對 我們都非常幸福 我們黎明 大家非常歡樂 我覺得很漂亮 我很喜歡 想要帶點爸爸來看 我很高興 我很開心跟阿公阿嬤一起玩 主持人一邊喝茶一邊賞花 感受幸福時光 今天就是帶大家從認識香草植物 然後教他們怎麼樣照顧香草 然後還有沖泡一壺好喝的香草茶 那再藉由不同的香氣 以及不同質地的新鮮花材 然後有些是可以乾燥的 來教他們用一些廢物的空罐空瓶 比如說私物飲或基金的 這樣子的瓶子來利用 做成一杯漂亮的小杯花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把這兩個作品結合在一起 讓大家在居家裡面 也可以享受很好的情境美學跟生活美學 跟祖孫一起同樂 享用好喝的香草茶 有美美的環境 透過共同學習這些花意 然後提升他們的生活美學 那當然在互動中之中呢 又可以增加他們祖孫的這種情感跟樂趣 這也是我們為這次的活動的主要的一個核心概念 以美學延伸的老幼共學 共有四堂課呢 長者們走出來活弱身心 小朋友們同言同語的關懷長輩 學習陪伴與尊重 讓溫情滿人間 關懷美學戰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